香港是一个举世知名的国际大卢会 为了紧贴时代步伐和保持竞争力 每个人都争分夺秒 未敢轻易放慢脚步 要配合这种快速流转的城市节奏 为全港市民提供交通运输 电力与气体供应 以及机械运作的服务 都必须安全可控 靠设计先进 机电工程署在规管和提供机电设施服务方面 一直肩负着一个不容有失的任务 机电工程署除了负责监管全港的电力及气体供应 机械及铁路安全和推动节约能源外 辖下的营运基金 以为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提供多项机电及电子工程的设计 安装 维修保养 及改善更新工程的服务 要达至国际级级的服务水平 我们努力不懈 要聆听市民与客户的需要 我们用心服务 要紧贴时代步伐与时并进 我们试试关心 一直以来 机电工程署除了进行一般执法工作外 也会主动修订及推出新法力 例如修订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 和引入建筑物能源效益条例 定力符合今日科技水平 和社会需要的规管架构及条文 清处立定各位持分者 包括业主 管业公司 承办商 及工程人员的共同责任 与此同时 以鼓励市民定期为机电设施 进行维修保养及定期更新 避免因系统老化而出现的潜藏危机 为了加强规管服务的透明度及认受性 在制定新法规时 机电工程署一直与各业界及持分者 保持紧密联系 用心聆听他们的意见 及建立互信沟通 确保法力有助创造公众价值 发挥理想成效 通过有效执法和专业服务 让市民大众安全放心 一直是机电工程署的服务承诺 亦是每位员工努力奋斗的目标 要应付工作上的困难和挑战 全靠我们背后一班经验丰富 尚下一心的工作伙伴 为了协助机电业界建立终生学习的文化 机电工程署不断为从业员 提供不同类型的课程 致力提升他们的专业顺便 队内我们亦鼓励同事不断进修 譬如通过知识群体的网上专区 将宝贵的专业知识 技术和经验互相分享 心火相传 令各位同事在执行规管 及营运服务时有更加表现 市民在使用机电设施时 亦无后顾之忧 机电工程营运基金 在全面开放的市场竞争下 仍能够与多个客户部门 签订长期服务水平协议 所提供的服务已不断拓展 其中包括 为天马政府总部及立法会大楼 民航处新总部大楼 启德邮轮码头等多项政府设施 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援 并推动使用先进的环保节能科技 以节省能源及保养费用 为医院管理局提供机电 及电子医疗设备的操作和保养服务外 一位先进的医疗设备 提供24小时紧急支援服务 为多条政府隧道 例如 洪开海底隧道及狮子山隧道 更换通风设备 及安装先进的交通管制和监察系统 又为多个政府部门提供一站式的车辆采购 检验及维修服务 为纪律部队引入先进仪器及设施 致力提升训练及执法效率 又协助陆正署 在多条行人天桥加装升降机 令残疾人士拥有更畅通无阻的环境通道 在基电工程中做了这么多年 令我明白到我们的服务 对客户和市民十分重要 为了提供更优质可靠的基电服务 我们绝对不介意走多一步 做到最好 基电工程营养基金一直以客为本 为满足客户的不同需要 我们除了致力提供工程方案 以赢取客户的信任和支持 在落实执行时 更积极进取无惧挑战 所以我们早已成为客户心中 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香港民航署的使命 是致力提供及维持一个安全 有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航空运输系统 基电工程署一直为我们提供安全 可靠与时并进的专业服务 令我们充满信心 基电工程署一直推动节约能源 除了推行能源效益标签计划 协助市民挑选环保节能的家居电器外 又通过落实建筑物能源效益条例 鼓励市民与企业通过各种节能方法 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能够成为基电工程署 规管服务的一分子 令我深感榮幸 我们会继续为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 和推动节约能源 用心聆听全力以赴 我们更率先在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室外 增设氯化空间 及展示多样太阳能设施 全力推动使用可再生能源 我们以配合政府政策 积极鼓励市民使用电动车辆 以减少路上的废气排放 为改善本地的空气素质建议分立 基电工程署透过不同形式的公众教育 及宣传活动 令市民在日常生活 更注意基电安全及能源效益 使大家享有一个 更安全环保的生活空间 基电工程署的工作团队 凭着累积多年的丰富经验 加上勤奋实干 勇于创新的专业精神 除了在确保香港基电安全 和提升市民生活素质方面 努力不懈 更为促进香港的繁荣安定 尽力尽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次 杀理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